哈囉大家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我最近買的東西 應該說是比較家居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別的啦 然後還有一直放在那邊捨不得開箱的香水 我連包裝就是都還 就是塑膠膜都還包著 因為它整個包裝看起來就是覺得 它就是應該是要一提的 所以我一直沒有拆 那我想說今天就順便開箱好了 我這個月啊因為是想要去挑禮物 然後就是 欸不對應該說挑禮物也有 我好像先去挑禮物 然後挑完之後你就會不自覺的 會去動看電視看 我啦我都會這樣子 我就會動看電視看電視就順便看 有沒有自己想要補的東西 因為就是現在跟男朋友同居 我現在新家剛裝潢好 然後有一些就是家庭小東西啊 可能女生會比較注重的地方 我就會想要去幫他補足 這一次因為我沐浴乳 沐浴乳之前是用JOMALON的 然後用完了 但是那段時間用的時候就會覺得 嗯怎麼講就是膩了吧 就是好像沒有非得要一定要那個味道 就是比較像草本系啊 因為我連香水都是喜歡比較草本 我之後非常偶爾會喜歡一些比較花香的味道 但我真的比較會少買花香的啦 他們會先問你說你是以味道為主 可能還是你們是會想要看功能 以功能性為主的 然後他一開始其實就是跟我推薦 天竹葵的身體潔膚露 然後他說 他說因為這個 他裡面的成分的關係 是有點像是 他有代謝角質的功能在 所以你可以邊洗澡然後邊去角質 他覺得很好用 那我可能還是會想要在我們另外的味道 例如說保濕啊 玫瑰系列啊 或是什麼的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一次他們的沐浴乳 然後好像是另外一個味道 我忘記哪一個 然後用的時候 就是沒有什麼不能取代的感覺 但是這次我買這個我覺得 我很喜歡欸 然後裡面是有天竹葵葉 然後中國乾皮跟佛手乾皮 所以是比較果香調的 然後他這個也可以當那個欸 泡澡的 他說用一茶匙的量加入浴缸 就是可以泡澡用 用下來我覺得這個我是會回購的 因為也會蠻 就是聞起來是很舒服的 就是你真的有洗澡放鬆的感覺 但是你不會覺得很負擔 就是身體很香的那種感覺 我現在好像已經過了 喜歡身體很香的那種 我喜歡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可以很 那個味道是讓我很放鬆的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 我還蠻推薦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賣的商品 但是這個我覺得蠻好聞的 然後洗起來也蠻舒服的 那天其實挑一挑 我想要買廁所低劑 然後室內噴霧這樣 因為現在房子剛裝修好 所以房子還是會有一些裝修的味道 我們後面的廁所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 它的那個氣在換的時候好像 不是很好聞 然後我就會想要 我原本是想要買那個 就是一支一支的那種擴箱 然後後來就想說 欸我沒有用過他們家這個 就是有點像是要找理由買 買這個的感覺啦 然後我就買了 每次都會推出產品 這樣一盒的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它的盒子說真的 女生男生都是可以再裝東西進去 你旅行用也非常適合 然後這次的顏色是這樣 就是有點圖黃色 就是很可愛 我最近很喜歡黃色類的東西 跟綠色 所以我就會覺得 喔這個很重 很重我心這樣 這個裡面剛好有我全部要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妙 只是噴霧我喜歡薰衣草 跟另外一個 那我之後是選了另外一個 可是它說裡面是薰衣草的那個味道 那我就有點糾結啊 但是這個它就是換穿起來非常便宜 所以我最後還是選這個 我要噴噴看看我自己喜不喜歡 或者是我買了我為我們在用 它叫熟悉的視野 那我沒有問是為什麼欸 那種比較文化型的品牌 就是他們取名字什麼的 一定都會有他們的用意 或者是故事性在 我會很喜歡聽人家在講故事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它就是一個霧面的 可是 有一點像紙痕的感覺 我還沒打開它就有味道很香 就是 草味 然後你看 打開來 它這邊還有一個 他們的帽子在裡面 然後裡面就是這樣子 我超喜歡禮盒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室內噴霧 這個是看一下喔 伊斯特洛斯芳香室內噴霧 這個就是 它有粉紅胡椒 薰衣草跟菸草 其實剛剛盒子裡面就有一點點菸草 就是那種回甘的味道 因為粉紅胡椒有時候在吃一些異國料理的時候 會吃到 那它其實有點提味的作用在 這個 狗狗不喜歡 應該說這一罐跟另外一罐 另外一罐應該就是比較草香 然後我比較喜歡那個 我想說沒關係 有薰衣草飯 這也是我第二個選擇 我就用用看 剛剛再噴了一次 我覺得味道我還是蠻喜歡的 這個是小罐的 真的超可愛的 我就可以捨得用了 但這個 因為買大罐它會有一個蓋子 涼杯 但我不知道這有沒有 嗯這個沒有 看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怎麼有點壓倒 打開一下 打開一下看看 這個有點壓倒了 但沒關係 應該還是可以用 廁所滴氣比我想像 廁後點滴 廁後點滴 廁後點滴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大罐 我也會比較小罐 它裡面是柑橘皮 依蘭依蘭跟中國的柑皮 其實都是柑橘的果香料 然後它說 它那個橘皮味道好重 這個就是像這個厚 就是可以點2到3滴 然後剛剛聞它的那個酒精味道有 那我覺得它那應該就是讓那個 原本的味道去做揮發的作用 盒子 盒子很深耶 欸我覺得這個旅行用還蠻方便的 嗯 這個真的 還是它這是紙的啊 因為下面摸起來有點像紙 我就是有個壞習慣 買東西啊 我就是喜歡把東西放在那邊 感覺很像是 最近才買東西的感覺 我連化妝品買了 我都可以 大概隔個半年 之後才發現 欸 我有買某一家限量的東西耶 我自己也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這樣有點扯 因為可能流行都已經過啦 或者是 你沒有馬上摸到新的材質這樣子 好再來就是這個好了 這是之前在法國買的 然後它跟另外一個香水 也是小眾品牌的香水一起買的 嗯 這個是Diestoga 然後它是 算獨立品牌 因為它們就是自己製作 就是自己小量製作這樣子 我從小就很喜歡蒐集香水 所以我出國前 或者是我會在當地 買一罐香水 然後就是買 我那時候心情我想要 呃 我喜歡的味道 那回台灣之後 我就不會去噴了 我只有在整理的時候 會去聞每一罐的香水 然後你就會有在當地的 怎麼講 在當地的回憶 然後你就是會慢慢的浮現 那時候 旅行時候發生的事情啊 或者是什麼的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買的香水 就是比較像是 大品牌的香水 例如說Dior 或是 Chanel 然後 嗯 那時候小時候買的就是這些 因為在機場 看到的就是這些 然後到後來 我好像慢慢的會去買一些 我沒有看過的牌子 但那時候啟發好像是 小時候那時候 我媽媽送我那水的香水 然後你那時候就會覺得 欸很開心 有自己的味道在 因為我小時候的印象 我媽媽是會在她的那個 房間的玻璃櫃裡面上面 一櫃會放大概 一格 一格會放 兩三個香水在裡面 就是有點把它當作 裝飾品的感覺 但我媽從來都不噴 她覺得放在那邊就是漂亮 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被影響 有一隻狗一直 非常的 不安 來 給妳看看牠 小皮耶 好啦 牠也不小 你們有看過小捷羽流氓嗎 牠就是很像流氓的那隻狗 嗨 看牠在打招呼 牠平常超討厭鏡頭的 牠今天還蠻乖的 但是牠主人現在不在 牠就是只能被我掌控 牠其實超乖的 不要看牠這樣很像流氓的樣子 牠其實是女神 人家今天四歲 人家今年三 我頭 頭已經快不行了 牠最近就是會叫到鄰居 因為牠聲音非常大 然後牠是 以前住在六樓 我們下 我們出門到一樓 牠還都聽得到牠叫的聲音 牠就是有點分離角度症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都還在訓練牠 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拆這個 隔了幾個月了 隔了兩個月了吧 但我都沒有拆 就跟我前面講 我覺得牠就是應該要這樣一體成型 不能變 那我想說沒關係 就來拆吧 裡面的平身形狀也是這樣子 就是上面一個蓋子圓圓的 那後面很可愛 後面就是有點像是把牠的成分身都列出來 然後這個是Debaser 然後這個是EDP EDP的話就是蛋香精 這樣子 那牠上面還有寫牠的故事性 然後牠的 牠用了什麼成分 前中後牠也會分開 這樣子 看得到嗎 當初買50ml是160歐 大概是5500左右 不知道我還可以再退稅這樣子 那這個品牌的話 我有查了一下資料 牠就是 牠們是來自布魯克林 那牠們是一對夫妻組 牠們是一對夫妻在一起弄這個牌子 香水師 是老公 然後是David 然後女生的話叫Kavi 應該是叫Kavi 然後女生 女生的話是用包裝 跟形象的 那牠的紙是很 很紮實的那種紙盒 硬紙盒 然後它旁邊是這邊可以打開來 然後 這樣子 很可愛 是不是跟品生一模一樣 我其實有點緊張欸 因為 其實香水 它的蓋子超重的 蓋子好沉喔 香水都會因為 每個國家它的氣候啊 還有空氣的濕度不一樣 那其實在國外買香水 有個非常冒險的地方 就是 你可能在國外很乾的地方 噴這個味道 你覺得很性感 或是很好聞 可是回來之後 不一定啊 因為它會放實啊 它會很滿熱 你看 它是 這樣子 那它也是走那種直性風 就是簡約性能感的路線 試試看 味道 噴在身上 然後想 天啊 這好喜歡喔 就是一個很綠的味道 然後無花果的味道還滿重的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味道欸 就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無花果跟圓圍花 好啊 說手乾的味道其實沒有到很重 應該就是有點像提味的作用在 然後 我覺得零零香豆跟後面的那個木質條 是為了 讓這個味道延續會比較強 那其實主要味道還是無花果 好啦然後 只剩下兩個啦 一個的話就是 那時候也是在法國買 但我很想要跟你們分享 The Stories 就是 那時候柯製腮紅很有名的那一間服飾啊 他們也有出 化妝品 然後 家具類的東西也有 然後因為之前柯製腮紅 我是請朋友幫我從韓國買 然後那時候去法國 我想說欸居然有 洗手乳 而且它洗手乳有好多種味道 它那邊有可以試 給你試洗的地方 我就是那時候洗手洗一洗 然後就覺得 這個味道好像有點太多了 不知道幹嘛我又好像聞到我的手 我就覺得欸 好啦好像還蠻好聞的 然後一個才 多少 一個才7歐而已 我就覺得蠻便宜的 然後又很可愛 因為我挑的是這個灰灰的 然後它每個味道的顏色會不一樣 就會很像水彩化 但要撇一筆 然後你兩個放在廁所這樣 就很可愛 說真的不用再買這個護手乳了 它光這個洗完 你的手就是會有嫩嫩的感覺 就是它非常保濕啊 然後味道又很香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 我其實現在聞到這個味道 我覺得還是很舒服欸 它前面就是 有綠香的味道 它的果香 一般果香都是用柑橘吧 但是它是用五花果的那種果香去替代 所以我覺得味道會比較不一樣 然後又有我喜歡的淵味花 就是我很喜歡了解品牌故事 然後有大概去找了一下 他們家的風格啊 跟調香師的一些想法 什麼的 你就會覺得很好玩 它就是會很想要把 它想要傳遞給人們的畫面 放在香水裡面 但其實香水是非常 非常沒有邊界 可以去控制想像的 這個是我覺得香味最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後來才對香水還蠻有興趣的 希望今天的內容你們會喜歡 雖然是跟我IG上面 平常會有點不一樣的東西 但我最近覺得 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 的東西是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那我也想要試著練習 在鏡頭面前講話 覺得都還蠻好玩的 就是比較新鮮的東西 那今天就這樣啦 有問題的話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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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